在国际体系上 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 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 这句话又拿出来讲一遍 之前讲过 现在又再来讲一遍 可是你说 那现在这番话 到底他不但是说 而且他还要做 那做的话 当然他是要拉帮结派 很多地方你看到是组织又出 越来越多的盟友不跟他站队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倒是蛮好奇 也要请教一下蔡委员 美国新加坡两国战略合作 说新加坡一半F-15战机 驻扎到关岛去 这应该是美国所乐见的 那这个用意又是什么呢 这对于美国来讲 这是一种斩获吗 新加坡方面对这个是有回应 他是说因为新加坡空域有限 所以他们在做这种 飞行员的这种训练 你知道飞行员有时候就是 年纪轻轻就要退休 所以他的这个职业年线 大概就15年 顶多20年 是不断要有新人一直补 那所以他训单没有这种空域可以训练 因为空军本身不是靠一个空军基地 跟民航技不太一样 但是要靠在一个空域不断的训练 而他的空域动不动就是旁边就是马来西亚 就是印尼 他干脆就跟美国租借空域 就像有一段时间我们有星光计划 然后这个几乎差不多有将近每一年 有四分之一的这个新加坡的陆军常住在台湾 所以早期在台湾南部 动不动地碰到新加坡的军人 奇怪怎么看起来黑黑的 这外国的军人会讲美南语啊 他新加坡人嘛 就是这种现象 所以他在美国接受这种常态的训练 常态的驻扎 他也是也不算是异常啦 因为这种小国家嘛 如果假设今天新加坡有海军的话 他当然训练啦 新加坡其实他是小 所以他知道游走在大国之间 所以这个新加坡如果这样做的话 其实最起码是不是就不用出现在美国的菜单上 对不用出来 不然讲这个话当然也很有哲学 我就问布林肯 那俄乌战争现在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在菜单上 然后这个加坡走廊到底谁在菜单上啊 谁在餐桌上 不就你美国在餐桌上吗 然后巴勒斯坦老百姓是在什么 菜单上不是吗 所以这个回答是当然是一个 很现实也很残酷的事 那我们就问我们台湾啊 我们到底是在餐桌上 还是在菜单上啊 对啊 如果我们做的不妥当的话 我们就可能在菜单上啊 嗯那说实在的 人家印度在旁边看了就是觉得好笑了 因为呢当这个参加这个慕尼黑安全论坛的这个主持人问 哎这个印度去买俄罗斯石油这件事情要不要讲一下 布林肯在旁边德国的外长也在旁边 然后呢就赔笑脸了 为什么因为苏杰生他就说我够聪明啊 所以我有很多选择啊 你应该敬佩我啊 你不是批评我啊 这什么问题呢 我不这不认为这是什么问题 结果布林肯你看他表情 他不敢说印度怎么样啊 就他这个话翻例成白话就说我赚翻啊 不然你要怎么办 对不对 是 他把俄罗斯的原油买了一大堆来 然后加工成各种这个石油的这个制造品啊 都卖到欧洲去啊 是 赚翻啊 因为欧洲现在买不自己买不到俄罗斯的油啊 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些石膀工业 都处于一种半停摆的状态啊 那你们大家不赚的钱 我我多印度人多聪明啊 我趁现在大捞 所以我经济成长一直在成长啊 是啊 对不对 哎 那这种钱捞下来呢 经济哪能不成长啊 嗯 是好 来 谢大使 那另外现在眼前的就是要拼外交 那大陆外长王毅最近走了一趟 欧洲 可是呢在G20的外长会议呢 即将登场 那我们也看到的是大陆方面宣布 这个副部长来出席 那毛宁则说因为王毅日程安排的原因 难以出席 我想请教的是说 是不是其实谁来接掌外长也快了 人选是呼之欲出了吗 之前传出刘建超 呃 那 那现在这个不派刘建超而改由这个副部长 马朝旭来出席 而也并非是王毅亲自出马 您的看法 其实就是他们这种高层的政治人物 他的行程冲突啊 这是常态 那就是说最后选择去哪一个行程 不去哪个行程 只有一个原则 就哪个比较重要 那所以这个就这这就是法国跟西班牙都比G20重要 所以他选择法国西班牙 然后呢 G20就要副手去 所以G20在中国大陆眼睛里就不是一个重要的 相对之下重要性还不如一个单一个国家 是 他这个是多边关系 多边关系通常很重要 可是他不如两个双边关系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大陆 怎么来看待这个G20了 那所以G20事实上 也可以说在目前的世界的这个好权力结构之下 他的影响力已经是越来越四位了 越来越低 所以中国大陆派一个 派一个副部长 还是提高了这个单位的 还是算是很给G20面子 主要这个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是巴西 如果不是巴西的话 是什么日本的话 我看马超旭也不见得去 好了解 好来这个 接下来我问问韩冰 韩冰你看 现在大陆说实在的 他这电商快速的崛起 是不是因此给美国的业者 尤其像是Amazon很大的一个压力 我们看到贝佐斯 不得了他一直在卖他的股票 九天狂套现将近2700亿 Amazon进高点时他大卖持股 这样子一直卖 那么连日媒现在也在关注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商 甚至呢不要说是韩国风行 美国吹起了这个旋风之外 连日本的消费者都买单 韩冰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 Amazon他其实在市场上的优势 是逐渐在丧失 因为他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他的新兴竞争对手 那贝佐斯也是蛮厉害的啊 我不管你外界怎么看我 反正趁着高点的时候 该把它出清啊 我对我的资金会有更好的运用 这对他来个人来讲确实是有利啊 那但是问题是 现在面对中国大陆这些电商的挑战 美国到底有什么办法 对策 对 我觉得他们现在除了用政治方面的 就是我想尽办法去禁制你之外 如果单纯的用商业的竞争 我看恐怕已经没辙了 因为他的东西比你快速廉价 然后种类又更多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几乎没有办法跟他竞争 你Amazon的能够提供的货品的来源 就比人家少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除非美国愿意 其实他们已经慢慢在做这件事 就是加大对大陆电商的一些限制啊 管制啊 甚至用各种方式 去指控这些电商的哪一些产品 来自于哪一些 比如说没有人权的地方啊 或是什么一些血汗产品啊 用尽这种方法去打压 他如果不用这种方式 用政治的去操作的话 他未来我觉得美国这些电商 搞不好一个一个会慢慢 视围甚至垮掉 对 我也很好奇 这个蔡委員怎么看 这个Amazon的贝佐斯 一直在卖股票这件事情 这个通常讲说 春江水暖鸭先知 可是大股东卖股票 总是引起股民的紧张 那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你讲这个TikTok 这个现在其实呢 也是很受瞩目啊 但是呢 全球用户花费最多的App 居然第一名就是TikTok 比YouTube还要来得高 日媒也在调查了 说这个已经是在2023年全球排名 居于首位了 哇这个成绩 这个连美国也没辙啊 一直想打压 没用 这个一点都不意外 为什么 这个素质上没有显示一件事情 TikTok的网红人数 已经超过YouTube 这种媒体的生存 就靠网红 把很多人变成网红 然后更使得更多的网红 想要参加 那因为有更多的网红 看的人就更多 所以影片就不断的po出来啊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结构的问题啊 现在连拜登都变成抖音的网红了 不是吗 是 他自己也拍影片啊 上去啊 对啊 表现啊表演啊 那你这种竞争的态势 为什么这些网红能生存啊 因为你说TikTok的低价行销也可以 因为你在YouTube当网红 YouTube抽成比例很高啊 在TikTok呢 每一个网红都可以拿到很多的收入啊 所以为什么 美国的政府很多政客 我进TikTok 进TikTok 这些网红 只要群起来攻击你的话 你大概都漏了 对 所以后来都闭嘴了 对不对 后来都闭嘴啊 因为这些网红不是中国人 通通是美国人 没错没错 大大小小 老的八十岁 小的才十几岁 教你化妆 教你运动的 教你怎么穿衣服的一堆 对 这次网红不是一个两个 一百个家 是几百万人 对 而且数目还在增加 而且还有新的网红 竟然救了网红退出 哪一个美国哪一个政客 不长眼啊 你敢得罪这些人吗 如果禁掉了 让你们从此没有收入 你看着办 保证你落选 以前不是谁讲过说 要进TikTok吗 川普啊 他被教训了 这一次不敢啊 现在拜登还没学会啊 因为TikTok上面都在骂 有个人 尾巴战争 不是吗 现在又开始骂俄乌战争啊 那你拜登怎么办 闭着牙巴自己上一趟网红啊 这个拜登也聪明啦 他可以改姓伊斯兰教啦 就是穆罕默德讲的 这个三不救我我就三 不是这样子吗 他就是一个科技的发展 他有最好的演算方法 那为什么不把他正面看待 为什么会把他抹黑 因为来自中国 所以你就别把他抹黑嘛 没有意义嘛 是 蔡委员 你知道其实昨天还有网友 因为我们聊到A股啊 然后就马上就有人说要问蔡 那个亮哥讲的要问蔡正元啦 那不行 那个要收费 因为很多网友就在讲说 现在已经快要什么 快要到3000了嘛 所以大家就很期待 那个后市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看涨 前一段时间我叫他们 在别的节目我叫他们 赶快去买碧桂圆 就涨了三倍他们不卖 他说这怎么又跌回来原点呢 买股票技术 不能跟股票结婚 不能长相失守 有赚就可以先走了 这样子 可是美股呢 因为Amazon的贝佐斯一直在卖 就有人讲说 会不会其实是美股已经 已经出现到了一个 也许可以出托持股的时候了 因为不一样 因为贝佐斯他的成本很低啊 他随时出手都是赚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喔